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清楚明白什么叫做亲情吗 今天和听众朋友分享一篇很激励人心的文章 题目是一张百元纸币 文章是这样的说 她是个苦孩子 出生穷苦 三岁死了爹 娘靠着给人洗衣服赚钱 所以她知道自己应该加倍地努力 十八岁那年 她以优衣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母亲为了给她凑除学费 去卖过雪 她装作不知道 怕刺伤母亲的心 她也瞒着母亲去卖过雪 搬过石头 抹破了手 卖过豹纸 喊疼了嗓子 为的就是要让母亲减轻一些负担 大二的寒假 她回家 看到母亲正在寒冷的冬天 给人家洗衣服 手都动力了 母亲说 别的工作不好找 只有洗衣服 一件一块钱 那些都是付人家的衣服 怕洗衣机洗坏了 那天母亲领到钱高兴地对我说 儿子妈妈赚了两百块 说着就掏口袋 谁知道口袋里只剩下了一张百元纸币 母亲一下子慌了 急忙地说 我丢了一百块钱 母亲二话不说就慌张地 跑到外面去寻找 外面夜黑风大 也下着雪 母亲沿着来迟的路线去寻找钱 看得出来 那一百块钱 对母亲而言 简直是太重要了 那是母亲一个月的生活费 那是她一个月的菜金啊 母亲出去了 她也随着母亲走出屋外面 外面很黑 母亲打着手电筒 一边走一边找 她的眼泪也就掉下来了 是啊 那是母亲洗了一百件的衣服的报酬啊 母亲她在院子里找来找去 仍然没有找到 去外面的路上找 还是没有找到 就算是有 也早就让人捡去了 母亲在寒风中 来来回回地走了三趟 她心疼地说 妈别找了 天亮了再找吧 母亲却执着地找下去 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 在黑夜里刺着她心疼 她从母亲给她的生活费中 抽出了一百元 放在院子里 她认为这是让母亲解脱的好办法 果然 她听到母亲惊喜的声音 说 儿子啊 钱找到了 她奔出去配合着母亲的惊喜 母子俩高兴地回到了屋子里 母亲说 来一百元给你 自己多吃点好的 看你瘦的 几年之后 儿子大学毕业了 有了一份好工作 她把母亲接到城里 母亲再也不用洗衣服了 那张百元大钞 她没有舍得花掉 还一直留着 那是她和母亲 找了半夜的一张百元纸币 是温暖的 是踏实的 过了几年 她提起这事 笑着对母亲说 妈 那一百元是我放在那里的 让儿子惊奇的是 她的母亲说 儿子 妈妈 我知道 儿子倒是吃了一惊 对母亲说 妈 你怎么知道的呢 母亲对儿子说 我领回的钱 都有记号的 上面写着 一二三 而那张百元纸币上 没有任何记号 况且是在院子里捡到的 我知道 那是你怕我急着放的 我想 儿子这样心疼我 我不能再找了 既然丢了 找不回来 为什么不让儿子放心呢 她上前抱住母亲 眼睛丝润了 母子连心啊 她们都想把最温暖的爱 留给对方 虽然贫穷 可是有了爱 她们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那一张百元纸币的寻找 就是母子情深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 父母是孩子的魔 老师是学生的样 以好模样 才能培育孩子正确的人生观 有时候母亲的付出 不是为了回报 而是希望自己付出 可以有一点点被珍惜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 不仅母亲节快乐 更要健健康康一辈子哦 感谢收听 我是你们的Angel 陆彦琪 祝福大家心想事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